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确实是有夫妻相啊 是相 都吃胖了嘛 都吃胖了 对 生活太好了 你们俩有十六年是吧 对 认识的时候是在网上认识的 对对对 打游戏是 那回我们俩一会打游戏 对 玩网上认识 然后就认识了 你当时在新西兰读书 对 我那时候 因为我从小就去到新西兰 然后一直在那边生活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冲他这个人 我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才回来的 然后我放弃了那边生活 我才回来的 打了多长时间的游戏 就奔线了 就当时我们俩打了 有三个月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 还挺温柔的 又是个暖男 因为我本身从小 就缺少父爱 然后这个时候 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然后当时聊三个月 然后我就看了他一张照片 我就怎么都想回国 然后那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回来吧 我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我就飞回来了 大老远的一万多公里 我就飞回来 就找他去了 然后他当时 还没给我留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挺着急的 我直接就去他的城市 去找他了 然后那个时候 用QQ去给他留言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才回我的 然后那个时候 才见的面 这一见面 好像就谈了很久的恋爱 七年是吧 对 就一见面 然后之后就 就不能自拔了 然后就一下爱上他了 我们俩就在一块 一待就待到现在了 什么时候领的证啊 我们俩一五年领的证 一五年领的证 那时候在一起 七年之后领的证 对 那还是有非常深的了解 对吧 也不是冲动结婚 对 对不对 就是纯是为感情 现在应该是俩娃了是吧 是 我们生了 两个孩子 这多好啊 好什么呀 主持人 生完孩子之后 他整个人就变了 根本就不是暖男 他就是完全对我们生活 包括孩子 一点都不上心 然后又自私 然后他又大男子主义 这些帽子扣得太大了 这不是帽子扣得大 就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当时我们 结婚之前 他完全没有表露出 这些现象 那两个人在一起 谈恋爱嘛 对吧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热火朝天的呀 是 是 是 也就是说他伪装了七年是吧 差不多吧 好 那伪装的也够可以的了 从结婚以后 他就觉得我不好了 那是我结了婚之后 我觉得你不好吗 那说完孩子生完之后 就几个月 他大转变了 就家务也是我自己干 孩子也是我自己带 就等于他完全不管不顾了 我怎么不顾了 你刚开始生孩子的时候 是 这没问题 你身体虚弱 对吧 那个时候需要人照顾 我在家里 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这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 他后来坐完月子了 孩子也稍微大一点了 他也能够正常去照顾孩子 那你就是因为 我回来孩子 然后你假装对我好吗 假装对你好也是对你好 对吧 对你好就行了 你又要呀 对不对 我又要赚钱 然后我还要去顾家 那我也给你一起工作了 我也帮你 我也扶持你了呀 那我不是闲着 没事在家干的呀 那后续的事 不是我负责公司的事 就是更多一些嘛 对吧 那我也希望你 我要带孩子 然后我要 我一边我要扶持你 那我多累呀 那后来我不是 叫我妈过来了吗 是 你妈是来的 那我总不能 什么事情都跟你妈说 让你妈去做吧 那她毕竟是婆婆老年人 那我总不能 我看着带孩子腰累 我不搭把手吗 而且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我来做 你妈只是过来帮忙而已 听懂了 听懂了 这个身份转变了 压力大了 这是老大是吧 对 老大 老大今年多大 老大两岁多 快三岁了 然后老二是一岁 就是连得很近 我当时生的时候 就是身体不好嘛 有糖尿病 然后我怀疑也挺辛苦的 我就连着生了两个娃 不是 这连着生了两娃 是你的决定 还是你们共同的决定 当时怀老大的时候是意外 然后来就来了 我们俩共同决定留着老大 然后老二的时候还是意外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不同意我生老二 然后我就想着 给老大生个伴儿 然后就这么 我强留老二再留下来的 那老二的这个孕期 他对你好吗 还是假装对你好吗 我觉得是假装的 就又对你好了 对 他又给我做发了 不是 我那个时候 不是假装的 因为那个时候 确实是工作开始忙了 孩子都大了 都得喝奶粉 以后还得考虑上学的 这些问题 对吧 需要钱的地方特别多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 对 对 就是一怀孕 就假装对你好 对 是吧 然后没孩子的时候 也假装了很多年 是的 就假装了十几年对你好 对 感觉我上当受骗了 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他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怎么就突然大转变了 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了 好好好 那你现在爱他吗 我爱啊 我觉得我现在挣钱 就是爱这个家呀 爱着他 所以我才这么拼命 这么努力赚钱 好 好 好 这个双方分歧比较大啊 现在俩娃谁帮你带 现在老大主要是跟我 因为他从小那会儿 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然后他也是帮忙过 也搭把手过 但是最多就是 还是我那个带着老大 然后老大也黏我 老二现在主要是奶奶带着 那他现在下班回家之后 都做些什么呢 不是下班主持人 我们俩是开网店的 哪儿 下班天天在家就是工作 根本就不用出去 我那更辛苦啊 他就是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 然后就去厕所 然后去厕所的时间 两到三个小时 我都不知道他干吗 有时候更长 他跟我说 他在厕所的时间就是 这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间 我心想 你这都 你这样你幸福 那我最近客户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一个 安静的环境 你安静你可以去书房啊 你一会儿让我换尿布 一会儿让我喂奶粉呢 就是每天早上两三个小时 上厕所的时间 让你不满意是吧 对 他就是总是 就上完厕所之后呢 我就觉得他在逃避我 因为 上完厕所之后呢 上完厕所之后 然后他就各种理由 然后说我去书房了 我去 我继续工作去了 然后他也对我们之间的 这个生活 包括孩子他也不管 然后老大这会儿 两岁多又特别闹 老大是儿子还是闺女 老大是儿子 然后老二是闺女 对 陪老大玩吗 陪也陪 但是很少 我也陪了呀 你那叫陪吗 我陪了少是不是也陪了 我有时间的时候 忙的时候我也陪了呀 他有的时候哭你就动不动 你就跟他嚷 你那叫陪吗 两岁多的娃 他听得懂什么呀 他主要是要父爱 但你老是跟他嚷 老是不让他哭 那可能吗你觉得 又开始 又要开始说过年的事 那不是我应该开始 主席你知道 我就我每次一刀的 他就躲到厕所里 你刚才说 又要说过年的事 过年什么事 对 因为过年的时候 我带着一家人 回姥姥家去拜年嘛 然后当时是两个哥哥 都带着自己家里 孩子都在 他的孩子比我 比我家孩子就是大几个月 这个时候就两个孩子 因为这个抢玩具的事 我儿子就一直在哭 一直在闹 当时我出去父亲 我觉得男孩 他应该阳刚一点 他这两岁都懂什么呀 你跟他说 让他讲 让他懂道理 那也不能像你那样 总是惯着他吧 那我生态本身就难产 让他还断了一根锁骨 那我心疼他 我有错吗 我作为母亲 我只是跟他讲道理 我也没有动手去打他 对不对 对 但我跟他 我跟你一直 我强调 我说你好好跟孩子说 你别跟他嚷 对吗 那你听吗 那你最后 你把我逼成什么样了 对 他当我全家人的面 打了我一巴掌 打哪呢 打脸了 我当时跟他道歉了 主持人 我跟他说了 我说对不起 我删他 我打他我不对 但是我 我主要是因为 身为母亲 我心疼孩子 我不想说 让我在全家人面前 让我在全家人面前 都没有脸了 那我也 你打过之前你想什么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然后之后 我带着奶奶回家了吗 回家之后 然后他就一声不响的 就直接摔门就走了 把我跟奶奶 还有孩子就扔家了 直接走 我也不知道他去干嘛去了 结果他第二天才回来 我是不想跟他吵架 他就是这样 不是 后来这个事 怎么解决了 后来他第二天回来 什么事都没有 这当自然就过去了 那自然消化的不好吗 他也不跟我去商量 也不跟我去吵这个事 不是 这事 自然人家过了 然后我这事就在 我心里是个疙瘩 我就过不去 不是 你过不去什么 就是我觉得 我跟他提的意见 或者包括我跟他沟通 他根本就当 根本听见一样 他下次还是一样犯 没听你的 对 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就现在夫妻双方的 主要的争执的焦点 是因为孩子带来的 琐碎的生活 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还不止这些呢 还不止 还有什么 他嫌弃我地方 还多这呢 我有点爱好 他也不行 你那叫爱好吗 你那叫玩命 你骑摩托车 你天天骑开车 你去跑山去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自己睡了 好几个小时再回来 我自己有点爱好 还不行吗 你根本就没有感觉 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有多担心你 你之前你受过伤 受过这个腰伤 你不知道吗 当时就整得挺严重的 滑脱了这个腰 然后也不能走路 只能卧床休息 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懂 照顾他 我就上网去查资料 我去给他理疗 怎么推拿 怎么拔火罐 照顾他长达了六年时间 他就根本就不 也没有说考虑我感受 也没有说感激我 或者说心疼我 那行啊 那最后他也得逞了 他把我摩托车也给卖了 我是把你摩托车卖了 可是你最后你干嘛了 你又去开始玩越野了 那不是一个性质吗 那不是还是很危险吗 你做每件事的时候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一个星期出去两三次 我怎么看你能潇洒的 你出去玩 我天天还在家带孩子 没日没夜地带孩子 你管过吗 不是 那我一天工作那么多 偶尔还要应付你 一会儿叫我喂奶 一会儿又让我换教步的 我不能缓解些压力吗 你有压力我就没有压力 那我还想出去潇洒去呢 你有爱好吗 我有 我这个爱好就是喜欢石头 喜欢翡翠 但是已经喜欢了很多年 他就一直否决我 就觉得那些破石头 你老买它干嘛 我带照片了 你可以给大家看看 你那是爱好吗 看看 看看 这还只是一部分 而且因为这件事吧 之前也跟他就是 吵架吵得特别凶 这个得支点钱吧 买的时候多少钱 也没有多少钱 也就是七万块钱 你还有送出去的呢 那我不得有朋友 我送人家 那人家也喜欢这个 那谈到这儿 我不得送人家吗 你们俩谁管钱啊 一开始是我管这个钱 然后后来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的父亲做了手术 医生就跟我说 你公公这个是因为抽烟喝酒导致的 那你到时候回去跟你老公劝劝你公公 不要再抽烟喝酒了 然后我这事 我就跟我老公说了 然后他就特别气愤 说你都 你管那么宽怀 不是 那你跟我说的时候 这件事我是不是 我听你的了 那我是为你好 对吧 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这个事 他就把这个财成大权就 就拿走了 他就不让我管了 就为啥呀 不是 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这是因为这个 这个事吵完架之后吧 他有一件大事都不跟我商量 他就跟朋友去做这个投资了 那我不是也想给这个家 添加一份那个收入吗 那我也是好意呀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这么大的事 你不应该跟我说一样 那我不知道他能亏钱呢 那你说房子跟车子 都在你名下 然后你现在又把管钱的 那个权利拿走了 你让我怎么弄 让我怎么办呀 你考虑我 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这车和房子都是咱俩结婚以后的 共同财产 这个投资赔赔了多少 就赔了十万块钱 但是投资也就投资了十五万块钱 然后他就觉得十万 也不是小数目 而且你还买 你还有那种爱好 你还买那么多石头 听懂 听懂 这十几年 你们一直合伙在买卖是吗 对 就我们俩一直都是 干什么事都一块 包括开网店 包括以前我们还干过装修 然后都是配合度都挺好的 所以你们俩是非常默契的 合伙人是吧 是的 感情上面没孩子之前 你也觉得他不错 是吧 对 因为他那时候 对我一直挺好的 也就是说你们俩的 这个所有的冲突 就来自这么三四年 是吧 从老大两岁最多嘛 对 从生了孩子 对吧 生两个孩子之后 然后就开始就变了 好好好 我问两句啊 他以前骑摩托吗 他以前也骑 他最喜欢极限运动 然后他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那一年 我带着他去回新西兰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想蹦极 然后我说 那你这蹦极多危险呀 他说不行 我就一定要蹦极 然后从一百九十二米的 那个高度 就是这么跳下来 结果他跳下来之后 他还觉得不刺激 他还要跳第二遍 然后就我就觉得 不是 那个是绑着安全绳的 那个不是 那我也担心呢 那毕竟那么高的地儿 摩托车 你坐过吗 他的车 我坐过 我当时坐过 他真的 他骑得太快了 我特别害怕 然后我也担心 他因为这个摩托会摔 会再受伤 他现在那个越野是什么 是四个轮的 还是徒步越野 他现在是 他现在是开车越野 然后去翻山越岭 去爬山去 然后我也担心 这车会被翻呀 然后他会再受伤 然后再腰再受伤 我再照顾他六年 就就总而言之 两个人还曾经患过难 对吧 是 但是他不珍惜 他就觉得 我为了他付出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算什么 那个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 我来这儿 我就是想让他改一改 就是能让他多为我考虑考虑 然后想想孩子 别那么凶孩子 我说什么他能听着点 压力大吧 压力大呀 就是本来就是工作压力 就已经够大了 然后每天还要去应付 他一天跟我说 要聊着 什么要应付了 你这话说的 你说的是人话吗 家里面所有这些开销 都来自这个网店是吗 差不多吧 一个月要开销多少 一个月开销 现在大概两三万吧 所以压力其实挺大的 对 因为之前这些事情 都是他管 我也没有就特别的 之前都他管 家里支出的问题 对 我只管收入 支出都是他在负责 现在你等于收支全在你手里 对 你管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 你觉得过去是乱花钱了 还是其实还管得还可以 管得还可以 就除了他爱好这块 但是他爱好这块 也都跟我商量 他还嫌我爱投资 乱投资 不跟他协商 对 主要是因为 他不跟我商量 你最接受不了 他的三点是什么 最接受不了他的三点 就是他一生气的时候 他太独裁了 然后还有就是 我想要自己 这个私人空间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给我 喜欢黏着你 对 喜欢黏着我 第三 你就是嫌我烦 然后就是管太宽 既不让我骑摩托 也不让我玩越野 那你要再受伤 腰再坏了怎么办 你考虑过吗 那开始不是我 我骑摩托两个轮 你觉得危险 那我开越野 那四个轮 你那不危险吗 你直接爬山去了 你说三点 你最不能忍受他的 我最忍受不了他 就是他老动不动 就蹲厕所 一蹲就两三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他自私 就老爱贪玩 然后还有就是 他根本就不顾我 我现在在这种感受 也不心疼我累不累 就这样的男人 你还要吗 当然要啊主持人 都这样了还要他干吗 那毕竟感情都十六年了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些事 我就跟他离婚呢 婚是不能离的 我就是想让他改 人是要改造的 对 是 你跟我说 你在那个洗手间 你两三个小时在干吗 工作需要呀 就是 你是在那儿办公室吗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那你不能去书房工作吗 你非要蹲厕所 我去书房工作的时候 你不让我关门啊 而且孩子又闹我 然后你又喊我 你喊我又出去 他就老纠结这个时候 我叫他的事 他就老嫌我烦 就是 我大理一个家 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叫我 那你说我是出去 我是不出去 我不出去的话 你就跟我发脾气 就是你在厕所里 他是不打扰你的是吧 我就装 我就当着没听见 门一反锁 然后我就在里边 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家多大呀 120多平 就那 他都听不到我说话 我都得扯着嗓子喊他 就跟没听见一样 那你觉得 他还是没听见 还是不愿呆一个人 他就是装的 所以现在谁想改变 这个局面 夫妻俩都想改变吗 对 我想 我觉得他太事了 因为这个事情吧 其实我烦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想提高 这个工作效率 你怎么那么多理由呢 一天 有没有想过 出去租一个房子 就是我 我正常出去办公室 就得了 我不在家里办公室 我也是怕 他在自己家 他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忙不过来 你又担心 我一个人在家 怎么让你出去玩的时候 你潇洒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跑这儿来当好人来了 咱别纠结这个问题了 行吗 现在每周出去约几回啊 最多的时候也就两次吧 最多两次 一次一天吗 我想出去玩一天 有的时候一天 但是有的时候 咱就提前打电话 让我回来了 我打电话你接吗 你这不搞笑吗 你多少 你接了多少次电话了你 那我打那么多电话 我一看那么多 微信电话的时候 我不接也不行了呀 那这多少小时 你都快回来了 你才给我回电话 行 怪我没问好 我夫妻俩都想改变 是 我想改变现状 我觉得他对我 越来越敷衍了 我不想说维持现在的状况 我想回到原来的点 好 我想要想要当初的感觉 好 听明白了 你是想回到啥时候 我就是想专心工作 专心赚钱 女生是有一个 穿越的要求 叫回到过去 依然相爱 男生有一个现实的目标 哪怕我在厕所里办公 只要你不抄抄 我也能接受 对 我不在乎办公场地 对吧 我只在乎安静 对 行 听明白了 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赵女士 你当初就是选择了 只要爱情 因为你就是个恋爱脑 你当初不顾一切的 你说两个人 一个南半球 一个北半球 你飞十几个小时回来 你最后到见到他 估计都快二十个小时了 你就去见一个 你未曾谋面的人 只是在网上 有那么一丝丝感觉 就是 宝贝 你的人生对于爱情的期许 实在是太高了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你构建了一个你想象中的他 可能一开始 因为两个人初见有新鲜感 人和人都是相遇的时候最美 他会给你他最好的一面 他久而久之 他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 他只是做回了他真实的自己而已 现在咱也是个妈妈了 咱有两个孩子 就是一个家庭 其实你要向上走 你要有旺盛的生命力 我觉得最大的阻碍是内耗 您是一个极其内耗型的女性 你太期待你所有的事情都有回应了 但是你太期待她回应 往往你想要的回应 就变成了她的负担 所以久而久之 她觉得她不回应你 我反正不回应你 我也是挨骂 我回应你 我也是挨骂 那不如我把门关起来 我什么也不听 我什么也不说 我就直接挨骂好了 所以您的问题是什么 你太期待 所有的事情都要往你想要的方向去走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不可能有谁 一直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去做人做事 不可能的 第二点就是 你真的要克服你自己的幻想 你要活在现实世界里 你不要总说 我觉得他曾经对我怎么样 还有点就是 吵架是伤感情的 一百分的感情吵到现在 也是个负数了 接下来说这个 张先生 说实话 你比他要聪明 你比他务实的多 你不要欺负她 是一个非常勤劳 非常善良的女人 因为你就是没有做好 你作为爸爸应该做的事情 你作为丈夫应该做的事情 你要想明白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就是 啥也没了 你摔断了 还有谁会来照顾你一个五六年 她就是一个小女孩 她对你没有别的多的诉求 她甚至没有在舞台上说 你要赚多少钱回来 你要怎么样去对待我的孩子 没有 她就是想跟你谈一场恋爱 她现在还是想跟你谈恋爱 这么一点东西都拿不出来吗 就是我们做个男人好不好 36岁了 承担起你的家庭责任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今天在现场的交流方式 是不是就你们平常 在家里面的交流方式 对 经常在家里这样吵架 但是那有时候她就一直在逃避 根本就吵不起来 她就等于我说什么 她都不听 跟听不见一样 她就避免这个 我不逃避了 那还继续跟你吵架吗 对 她就这样 女嘉宾 赵女士是这样的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 学会倾听 你有没有发现 你没在整个交流过程中 其实你抢化的次数 远远大于男嘉宾 学会倾听的前提是 互相尊重 你要想让对方尊重你 那你一定要倾听 你不能她说话的时候 你老打断 或者她说话的时候 你老打断 这是我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你们的工作和生活 一定要分开 虽然是一个网店 但是你不能混为一谈 我觉得你哪怕 在你们小区的附近 不远的地方 哪怕成本可控的范围内 开一个店 一定要分开 你为什么 这样对孩子的成长 学习也好 对吧 你发现有没有 你们现在很多的这个 矛盾或者纠纷 包括争吵 其实和你们目前的这个 网店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就是因为混为一谈 第三点是 赵女士 你这样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 还是有点太激进了 我觉得你们的转折点 是一个耳光 如果没有那个耳光的话 可能今天的情况有好得多 你发现没有 你那个耳光打在哪 先说场合 是公众场合 你认为是家庭 但你不要忘了 家庭也是公众场合的之一 这个场合有长辈 有平辈 尤其是有晚辈 你不能当着一个孩子的面 打你老公 而且你这个对孩子 很不好的示范效应 打在脸上 痛在心里 对 没错 对吧 男方就是他嘴上说原谅你 但是我想在潜意识里面 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原谅不了的 甚至这个阴影 他一直走不出来 男人是要脸面的 对吧 而且你打的是一个至爱的人 我特别支持男嘉宾 也理解他 那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摩托车 承载的是一个人的灵魂 汽车承载的是一个人的肉体 对 是 你把他的灵魂都卖了 对 我怎么讲的 我不是担心他的安慰吗 我怕他再受伤啊 当然安慰可以提高摩托车的技术 或者控制他的驾驶的次数啊 或者说不让他去山上 你比如说在平地上可以啊 他根本不听啊 他还是不顾我的感觉 不听你的沟通 你不能把他卖了 那不影响他去玩啊 他都还去越野了 我问一下 男方如果把你那个玉卖了 你能接受吗 他也没地儿卖去 所以你看 我不懂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觉得 你还得就是这个爱好 就是一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爱好 这样的话 其实对你们这个生活中 也是一个短暂的隔离 其实挺好的 那么还有一点是 男士啊 几乎还是主外 因为他喜欢干工作 你发现没有 专心搞钱 你那是安心照家就可以了 我想你把这处理好之后 他就不会嫌弃你 他不但会嫌弃你 他会个爱你 你老是假设一些 很多悲观的东西的话 这对你们目前的状况 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一点 夫妻之间对财产的 有平等的处理权 那么这里面 管道支配中间 一定是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那我就是担心嘛 那现在房子跟车子 都在他名下了 那他又把财政大选拿走了 那我肯定是担心 那万一说 钱都在他名下管下 他要出去干嘛了 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告诉你 你担心是多余的 即使在他名下 也是你们俩一起的 而且他管的钱 他还累了 操作大型啊 你反而省心啊 你担心啥啊 我觉得女嘉宾一上来说 这个男的装了十几年 其实我宁愿他装一辈子 装一次是装 装一次是骗 装一辈子就是真爱 只要他对你好 我觉得就足够了 谢谢任律师啊 大家呢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 可以去关注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 微信公众号 那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 需要咨询 就可以找任律师 和他们的团队 接下来我们听听 小鹏老师怎么说 房边写他的名字 行啊 无所谓 都是婚后财产 你等会啊 千万记好了 这是有录像的 他可以拿这个证据来证明 正好有律师在场 可以作证 没毛病对吧 没毛病 我能说我怕什么呀 这是你说的啊 第二个事情 钱不是你现在在管吗 对 每个月能公开透明的 把你们家的收入开支 都给你媳妇看吗 公开看没问题 但是财政大权想交出去呢 财政大权你拿着 但是每个月就跟财务一样 得给老板汇报一下 不是我是老板吗 你 行行行 没问题 我所谓谁是老板 你俩都是老板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没问题 可以吧可以 好那接下来 我说你们两个问题了 既然事都解决了 你俩所有的问题 就两个字意外 你俩没有一个人 认认真真在经营这段婚姻 意外的恋爱 意外的确定关系 意外的生孩子 再意外的生老二 你们没有一件事情 是真正的 按时的 踏踏实实商量过 且计划在内的 所以你俩的生活 我觉得总结起来 特别感性 但又是特别感性 特别冲动的人 且加上特别 不会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我觉得 对于男生来讲 对于女生来讲 你们的孩子看到的 就是一个随时随地 逃避的爸爸 还逃跑的爸爸 和一个抓狂的妈妈 孩子看不到 你们两个身上 有任何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希望 所以我现在说一句话 可能武断了一点 你们现在的吵架 只是开始 为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 在解决问题 你们没有一个人 在勇于承担 这个家庭的责任 如果男生你说 我是大老爷们 我就要把这个责任 承担起来 那好别跑 你媳妇在那儿 闹的时候 说的时候 抓狂的时候 听着 为什么 因为她现在刚生完两个孩子 她现在还属于 泪分泌稳暖期 你有心疼过她 泪分泌稳 导致她脾气暴躁吗 你没有 有啊 我忍了她六个月啊 忍什么忍啊 这叫解决 忍不是解决 忍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跑出去玩 也是一种逃避方式 我没有说出去玩 不可以 但是一遇到问题 就跑出去 一遇到问题就跑出去 那就是在逃避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且不愿意去解决 女神真的还完全听话 你们家就没矛盾了吗 未来你们孩子的问题 会越来越多 你们两个人 关于孩子的教育的理念 也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听话不是解决 如果你真的要让她听话 有一个前提 你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 是你们两个共同商定出来的 这叫听话 她不是听你的话 是听你们共同的决策 好的夫妻我觉得 有一件事他们能做到 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但不好的夫妻 也同样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遇到问题 一个抓一个跑 你的人生里面 是把太多太多东西 拿起来之后 然后你没有任何一样 你是可以放下的 你要问我这个事情 怎么解决 根本跟你老公没关系 我劝你放下俩孩子 你每个礼拜 都可以放下那俩孩子 你都可以提要求 我就要玩一天 或者玩两天 人上班 还能留一两天休息呢 为什么当妈妈 不能休息 我觉得这是你最需要做的 拿得起 要放得下 然后你们两人的问题 你知道是一个 现在社会上很常见的问题 就叫中年人情绪资源枯竭的问题 前两天我在公司里面 我们玩坦白局 我们一堆同事来说我 说我缺点 说我这两年变了 说你本来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能给人情绪价值 怎么这两年 就不能给人情绪价值了 为什么你说的话都怼人 我后来我就真的 我真的回想 我思考这个问题 我发现是真的 我再也没有办法 就别人跟我说一句什么话 我首先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不行 我受不了 或者说你怎么又要让我干这个 是不是这样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是吧 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家庭分工 很明确的 你主要干的是什么 体力劳动 就带孩子呀 做家务等等等等 你主要干的 一个是收入劳动 第二个叫情绪劳动 什么是情绪劳动 就是他说的 你得对我好呀 你得是暖男呀 对不对 所以你本来是一个 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问题就是 人到中年 家里多俩娃 人多 你想 本来一万块钱两个人用 和一万块钱四个人用 这个资源的消耗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压力也很大 确实很大 大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收入肯定是在不断下降 这是一定的 对吧 第二个是开支在不断增加 第三个 你肯定是很烦躁 为什么 因为对于你来说 你烦躁是正常的 因为有多俩孩子嘛 你肯定烦躁嘛 所有的噪音越来越大 事越来越多 细节越来越多 所以人到中年没有好事 全是坏事 所以情绪价值耗尽了 他给不出来了 他只能 他也很可怜 他缩进厕所里面 有一点 我觉得你今天在台上表现得非常的不好 我相信你其实内心本质上是一个暖男 但是你在情绪价值耗尽的时候 你有太多太多的负面情绪 想要宣泄 负面情绪特别多 发泄出来 但是你有一点真的很不好 就是你真的看不上他 流露出了很多看不起他的点 尤其是你在提到我挣钱 我是老板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跟你白手起家的人 而且你老婆真的不算大手大脚乱花的人 他就一个末催和一个月还可以 你还有过摩托车 你还有过越野车 他那套镯子里面可没什么正儿八经的东西呢 有的时候要想一想 虽然他嘴上是不饶人 但是他为了这个家 真的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他把他自己能够活出个人样 能够有安全感 能够好好挣钱的机会都让给了你 不是你在挣钱 而是让给了你一个挣钱的机会 你得理解这一点 最后给你们提一个建议 一个就是放下 每周给自己放一天到两天的假 第二个我建议你们相互之间再认可一下 你要去认可你太太 曾经是一个如此优秀出色的人 我觉得你要去给她一种价值感 告诉她她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甚至于你可以鼓励她走出家门 去做一点更有价值感的事情 至于你 你也应该夸夸你老公 她其实真的不算差 在中年男人里面 像你老公这样的人缺点算少了 男人还是要夸 多夸一下 她说不定能多改一点 谢谢陆琪老师 就很多特别喜欢你的这个观众 老打我们的热线 说怎么找陆琪老师 这特别简单 关注你微信公众号 对吧 就可以了 我们要是第一次去您那儿呢 有没有礼物啊 送客吧 送客 老粉丝都送客 对对对 送客好 送客这个长进啊 最后就是一句话 特别希望你们俩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就是刚刚也听过老师们说的这些话 然后一些道理 然后我觉得咱们相互沟通一点嘛 毕竟在一起十六年不容易 我也不想离婚 我想通过这些事情 然后去改善一下 咱们好好过日子 行吗 其实这些年下来吧 我是真的想赚钱 然后工作特别忙的时候 客户特别多的时候 我也想 我真的很想你理解我一点 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烦 负面情形特别多 就是我不想要 就工作特别累的时候 然后还要去应付家里的一些 琐碎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能多理解我一些 谢谢两位 景辉 景辉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为老师预测一下 你觉得他会出来吗 还是依然逃避 我觉得他会出来 我觉得男士应该会出来 必须出来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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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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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亮的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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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有爱的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谢谢你们啊 请回请回 加油 谢谢你 加油 所以说 所以说爱情奢侈嘛 就生活这点琐事就给你打的全没有了 爱还是有的 祝他们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离过婚 心眼还特别多 总爱算计 提出想和我结婚 但拿不出真诚的态度来 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我从上段失败的婚姻中 总结出了经验 我只是想多一份保障 但他不理解我 总觉得我虚伪 若还没结婚呢 就对我的生活指手花脚 还总是小肚鸡肠的 跟他在一起真的特没劲 他想事情太肤浅了 我做什么在他眼里都不对 我就是想跟他踏踏实实走下去 但他不相信我 有请这队情侣有请 男嘉宾侯先生34岁 来自河北活动策划 女嘉宾张女士32岁 来自天津导游 有请两位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 抱团旅游 对 你是导游 是 你看上人家了 对 然后就变成了男女朋友 对 今天为什么来 我就是想跟他分手 在一块一年多了 慢慢地就觉得这个人不行 特别爱算计 小心眼儿 而且也不大老爷们儿 天天特别爱计较 你扣了这么多帽子 说事实行吗 行 我不是岁数大了吗 家里催婚催得紧 我们俩也在一块一段时间了 我们就聊这个未来的规划嘛 他就说就是按天津的习俗来 要给一个十万块钱的彩礼 然后在我们天津买房 因为我肯定不去外地 买房的话呢 他说就是付个首付 然后剩下的就是贷款嘛 我们两个人一起还 然后他说有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说让我们家出一个十万块钱左右的车 做作为陪嫁 其实主持人到目前为止啊 都还挺正常的 您猜他后面给我拉一句什么 他跟我说 这彩礼我可不能一气给你 婚前他给我一部分 婚后过了一年以后再给我一部分 我当时我就火了您知道吗 我听过分期付款买房子的 我还没听说过彩礼还得分期付款的 不像他说的这样 因为我经历过一段婚姻 然后您离异过 对我离异过 我跟上一段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 你也知道这个结婚 它全是一件人生的大事 无论从人力是吧 物理财力各方面 我老家是苍州的 因为从结婚到离婚 所以你要表达什么 我整整被前妻损失了将近二十万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商量 这个因为 你就说我手头没那么富裕 对 主持人您知道吗 那我肯定不知道 就这个事 就这个事 没过两天 他又过来找我了 他跟我说什么呢 这十万块钱可以一次性给我 我以为他想通了 我说这还是点意思 结果任大哥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纸条 告我婚前协议 我当时我都想把这纸条扔在脸上 后来我就想 我到底看看你能提出来多奇葩的要求 我再一看好家伙的 这十万块钱是给我了 如果说我们俩一年之内离婚的情况下 我还得把这钱给他 然后这房子不是他付的首付吗 这房子挂他名 但是这钱就是这贷款是我们俩一块还的 然后他呢说把我付的那块还给我 最奇葩就是我们家不出一十万块钱的车作为赔价吗 这车他得给我卖了折旧了之后 这钱还得半批 你说他这不是掉钱眼里的吗 天天算你来算你去 那我找不了是吧 确实人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肯定各方面相对来说就要谨慎一些 所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 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 我是跟他商量 这个事我们已经听明白了 往下说还有啥事 过年的时候 大年三十那一天 我在外头带团了 他呢中午十二点 给我转了二百块钱红包 我本来啊心里啊 真的还挺开心的 我就问他 我说你转这二百块钱什么意思 我当时还笑不呵呵的 我说什么意思 他当时跟我说 嗨 这不是过年过节了吗 慰劳一下我 我说这就二百块钱 然后当时他听完了之后 我当时不就是说了一下吗 想跟他撒个娇 他听完了之后 他那个音就变了 他说那你想要多少钱 你说 因为平常 你像什么情人节了 过年过节了 然后都有发红包 所以就给他转了二百 当时他就不是很高兴了 所以给我就来了一套 然后我就解释了一下 我跟他说呀 你这样 因为我朋友圈里 人家大家都在秀恩爱 我说你呀转个1314 我回你个520 然后我截个图 发个朋友圈秀个恩爱 然后回来之后 大哥人家给我来了一句 你这是站着就想把饭吃了 我等等 我不站着吃饭 我跪着吃饭 那我转红包过年了 这表示一点还转出错来了吗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一态度的问题 我跟你说 我收你那二百 我便不成亿万富 我没有那二百块钱 我也不是穷要犯的 你打谁呢 我没有要求你给我买什么 裤子铺器 就那些个奢侈品 你哪怕说宝贝我爱你 这也是一句人话 你让后面说什么 我不能吃亏 到底咱俩谁吃亏 怎么还扯出吃亏来 对 咱们之前谈恋爱肯定不涉及到 然后谁吃亏谁沾光了 行了你就别说了 你还说什么呀 接着往下说 就是因为她是二婚 所以我妈呢 挺担心我的这个事 我妈一直说 人家是在这个婚姻里 打过一圈的人 我呢一点经验都没有 害怕我被欺负 所以我妈就说 咱不能就是说被人家欺负 但是咱们也不能占人家的便宜 所以一开始她先追的我嘛 她先请我吃的饭 我就嫁一顿呢 我也请你 咱们这样有来有往的 这是刚开始 但是后来我们俩确定关系之后 她就认为这个事 就已经是默认的规定了 就变成AAG了 一开始都是我套钱 慢慢的就是她抢着结账 我就认为是吧 这个女性然后比较独立 所以我也就默认了 这事就默认了 要是给你钱 你是不是也得默认 是吧 我就是为了让她 在我妈面前刷刷存在感 我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个小电瓶车 正好赶上端午节 我说你拿这车钥匙 把这车给我妈送过去 顺便呢 你买点营养品 买点奶粉 买点粽子 结果她可倒好 拿着一袋糯米 拿着一个大枣 然后骑着小车就去了 把原菜链给我妈送过去了 我这个好心不仅没让她接收 回来还急死白脸的 测试我说我妈没给她好脸 因为我想了 主持人 你想现在县城的棗 县城的这个粽子 谁都可以买 我是专程从老家买的金丝小枣 然后买的这个纯绿色 无鸿害的这个糯米什么的 然后我心想比较小心 然后去丈母娘呢 让她吃一个健康的 有营养的 是不是 你帮着包了吗 你告诉我 我是真不会 但凡我会包的话 我肯定是煮熟了 就给送过去 能吃不能包 我一进门啊 她妈就愣了一下 你怎么过来了呢 我说这不是端午节了吗 我来过来给您 就看看您 我进门了以后 我坐下了 她妈就是没有好气的 就是冷鼻子冷眼的 那是你第一次上门吗 对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没陪着呢 我当时在外头工作了嘛 我就说让她自己去 然后有一个惊喜 让我妈知道一下 你看这人年纪我不在 她还想着替我去看看二老去 这不也挺好的吗 对对对 彼此惊吓一下 等于去了以后 阿姨把你审了一顿 对审了一顿 没逃远的 而且也没留我吃个饭 我不是奢求 是吧 我去了以后 你多隆隆的去去招待我 我生气生气在 她当时连她父母 就都没就都没告诉我 你但凡留下吃个家常便饭 我心里回来以后 我也不可能给她有脾气 我在她的心目中 就是没有那么重要 还没有那么重要 我自己花二钱 让你给我妈送过去 还没有那么重要 我也没让你掏钱 我跟您说主持人 她就是没看见回头钱 这话说的 当时这个阿姨收那电瓶车没有啊 收下来 你说是这闺女买的 还是我买的呀 因为我这个都没来得及表达 就阿姨没说把电瓶车拿走 还真没说 没说把枣和糯米拿走 毕竟然后我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上门送礼了 如果是强行的 然后退回去了 那我俩往后也走不到现在了 懂了懂了 还有别的吗 我这个工作呀 他不是导游吗 他俩看我这个工作 是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呢 他总想让我把这个工作辞了 你说咱俩从这个认识到现在 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咱俩掰手指都算了 咱俩吃过几顿饭 咱俩看过几场电影 但是你见我的那一天 就知道我是干这个工作的 你不能说因为咱俩搞对象了 我就得把这个工作辞了呀 因为毕竟以后 咱们要涉及到照顾老人 对吧 如果有了孩子以后 还得照顾孩子 不是 那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是我生孩子 我还得养孩子 我还得照顾孩子 那我五险一斤 谁给我交 我公司 谁给我报 都是你吗 靠你来养吗 你现在就到 掉天眼里头了 那我以后怎么拿钱养孩子 照顾老人 您知道吗 他为了搅黄我的工作 他还有一段时间回老家 河北了 我正好带团路过他老家 他就跟我说 咱俩好像时间没见了 我正好也抱你一个团 咱俩说白了 两个人逆呼逆呼吧 我说行 我就跟公司报位了 正好车上有座 第二天我去接他的时候 大哥自己开了一个小便包车 一打开里头全都是大枣 他就要把这个枣往车上拿 我给拦下来了 因为我们的团是不允许 出现这种 因为当时啊 就是他的车上都是些老人 我想了既然走到我们这个苍州了 我拿点这个我们苍州的特产 就是黄华冬枣 那时候冬枣就正好 你是送给大家吃是吗 对 我是想送给大家品尝品尝 如果确实有尝的好的 私下留个联系方式 是吧 然后我给 因为现在物流太方便了 我给 就我给 你是去卖枣是吧 如果能促成这个生意 那确实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是不是 您看见了吗 它是小算盘答的 我这个东西在我们公司 是属于危机的一个行为 我要是知道这个让他 对他不好 那我干嘛干这 说了不得好的事了 是不是 我就是想着 如果你上去品尝品尝 感觉吃得好了 咱留个联系方式 对不对 之后私下 不是 你这不就是推销吗 你想你想 我想都是你想 天天都是你想 你什么时候为我想过 行行行 不说了 不说了 这个我听到这儿 我觉得就分吧 他还有更过分的事 还有呢 他就是一肚子坏水 你知道吗 而且他还经常发神经病 我有几个客人 跟我关系特别好 正好前两天 香山不开了 我有一个老客人 说是说 我有几个老同学一块 正好呢 我也不愿意抱团 坐那大巴车 一堵车好长时间 小张你专门带我们一块去爬去 就几个人 我们当时呢 在山上玩得特别的好 就是拍点照 我就发了几个朋友圈 完了之后 就让他看见这朋友圈了啊 他就天天二十四小时盯着 你知道吗 就是他说的这个 旧老大爷 他哪是老大爷啊 一看岁数也就是五十来岁 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怎么了呢 关键是他挽着这个 他所谓的这个旧老大爷 而且在一块吃饭 你说你处到什么关系 才能处到 然后这种地步呢 而且现在现实社会 它比较现实是吧 我就感觉 你吃醋了是吧 我就感觉这老大爷 对他有想法 主持人我跟您说 我是为了保护他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他是涉事卫生 就是当时我发完了 这个朋友圈之后 他就框去这视频 一个两个三个 就往里头顶 正好让我这客人 看见了 他就要跟我客人说话 两人去聊吧 我当时也想还算 我以为一下气氛 拉起一下感情 他跟人家说着说着 说人家老大爷 人老心不老 人家大爷都六十岁了 人家都跟我爸 一个年纪了 我涂他什么呀 我跟他在一块 我涂他老 这是你的想法 但你保不齐 他对你有想法的 是不是 或者他跟大爷 冲突了是吗 他说人家大爷 人老心不老 大爷当时脸就挂下来 那旁边都是人家的同学 打那以后大爷 再也没找我爸我明 这不搅和我工作吗 就恨把我干不成 那你在生活里 跟他提出分手了吗 我跟他提了 不同意啊 不同意啊 天天的我 因为我不在家 他老去我妈那哈 他跟我妈说 还想在一块 因为我俩相处 这段时间来说 从脾气性格各方面 相处来还算可以 可以吗 还可以 就是因为最近 就是涉及到一些实际问题了 好 走到这个谈婚论嫁的 这一阶段 我问一下 谈了一年多是吧 嗯 你们吃饭花了多少钱啊 大几千是肯定是有的 分手的话 这些钱要不要算一算 那肯定 肯定是不可能 然后去清算的 不清算 因为我俩 你看啊 感情方面可以的 你又看不上 你又看不上她的工作 你又不相信她的人品 你图这姑娘什么呀 我不是不信她的工作 我是不相信她大爷 你要相信她 怎么会不相信大爷呢 你图这姑娘什么 我图她的性格 比较好 大大咧咧的 然后跟我有共同语言 共同话题 那人家现在提出分手 你的想法是 坚决不分 还是怎么着 我是想 挽回 能挽回吗 不能 那你打算怎么挽回呢 其实 我刚才说的 奈希啊 不是说 非得怎么着 她是可以商量的 在天津买个房 少说也得 二百来万吧 我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也拿不出 这么多钱来 我是想 双方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 你是认为 你们俩的情感的关键 就是钱的问题吗 目前我认为就是 这是你认为的对吧 对 你说的那些 类似于换工作呀 或者说 占小便宜吧 就类似于这些问题 你怎么考虑的呢 换工作 我只是尝试去建议 好 不去干预它 然后你去吃她这个 不该吃的醋 我认为我作为一个男的 对于现实这个社会 做的就没错 所以你认为 你们俩出现的所有分歧 是在财务上 就是钱上 对吧 对 姑娘是现在对这个人 有了一个同心的评估 觉得你们在一起 不会幸福 是的 或者叫你看不上她 是吗 我是觉得 对待感情一定要真诚 要信任 好 明白了 这没看上吗 一个要分 一个要留 到底该怎么办 老师们你们说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们俩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想找一个 性价比高的 这个人就是一个 在我看来 在情感里面对不起 他就是一个小人 我说得非常直接 侯先生您 第一段婚姻怎么样 那是你自己选的 你选择了去相信婚介所 你选择了去跟那个人 卖入婚姻 你自己就是想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想很低的成本 然后获得你想要的 所有的东西 你的人生充满了投机主义 不要说什么 我家庭条件不好 我是一般家庭 所以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道德的这种标签 不要去绑架任何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没有一个人是说 我天生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就可以享受很多 劳动价值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女孩 她没招你 没惹你 她凭什么这么被你算计啊 她不也跟你AA了吗 你哪里来 这么高她一头的去利用她 然后完了你还说什么 人家这儿把你去工作 你说人家就是老头子 涂你美色 你心里好脏啊 真的是很脏 她没有说错 你心里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你才会觉得 别人可能也是这种想法 你现在去跟她讲说什么 爱你 你跟她说我要分期给你财力 是因为 你跟主持人说是因为 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别拿没能力当借口 你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你现在没有能力 去跟人家去谈结婚 去干什么 你还想要去生孩子 你说什么以后 还要照料老人 你现在有能力 让人家生一个孩子吗 你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吗 你有能力去掏这个钱 以后让他在家里当家庭主妇 你还想金屋藏娇啊 怎么可能啊 别说梦话 你放她走吧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再去纠缠她姐妹 咱就报警 就别 真的别这样 就是你也别祸害她 人家是要嫁人 你不要嫁祸于人 说完了 我先说男嘉宾啊 我觉得你还是 从你前段的这个婚姻中 没走出来 这是根本 你要是没走出来 你就别追人家 你还带着这个 前一段婚姻的一些 感受想法 你现在和人家这个 女嘉宾相处 是吧 相处过程中呢 你 你就是小心翼翼 所以我觉得对人家 不尊重不公平 对吧 你看我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彩礼 第二个是 二百元红包 第三个是 第一次去女方家 拿着什么 拿着那个 粽子叶 糯米 对吧 还有枣 说实话 要是我的话 我拿不出手 彩礼分期 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说 我婚前支付一部分 我结婚一年之后 再支付一部分 不常了 但实际上 关键是你不自信 这是根本 他是导游 他接触那个人很多 这是他的工作性质 所决定的 他接触三十岁男人 四十岁男人 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半岁 都很正常 你看你在钱方面 这个钱虽然不能衡量感情 但是他可以过滤不真诚 对吧 你的不自信给你的感觉就是不真诚 钱重要吗 钱很重要 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花钱 不一定是真爱 但是你不花钱一定是不爱 大堆的 你既然爱他 你既然首先要付出 你不能老是给人的感觉是那个 怀疑 对吧 多疑 我要是女方的话 我也受不了 那么女嘉宾呢 我想问一下 你跟男嘉宾发过红包吗 没有 然后你去过他家里了吗 没有 他和别的美女在一起 你会吃醋吗 不会 虽然我对女嘉宾的见识是这样 第一呢你很委屈 这个委屈呢 第一是自己很委屈 第二我觉得家里有的都很委屈 我怎么找了这么一个 不是很大方的男朋友 但是尤其是热恋中 我觉得还得互相吧 有520有1314 那么这些红包特殊日期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什么 叫赠语 赠语一旦给了对方之后是不能撤销的 这女方我提个建议就是 呃 你的如果 还喜欢男 男嘉宾 我觉得你不妨主动一点 也别等着他给你发 你也可以给他发呀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我觉得 时机成熟的时候 和男方也一去看看他家 了解了解他家 到底怎么样 家里怎么样 我觉得看 你既然要结婚 要相处 我觉得看来家庭还是很重要的 没把我红包 但是买过礼物 这不很好吗 最后一个建议 我建议你不要换工作 因为我发现你特别喜欢这个工作 而且我感觉你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这三点建议 好 谢谢任律师 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您的话 怎么联系呢 如果大家观众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 请关注北京冠陵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 那个公众号里就可以找到你是吧 可以找到我 我呢可以免费咨询 好 谢谢任律师 既然这段感情没有感情 我们就不如谈投资谈算计吧 直白一点嘛 我觉得作为成年人都三十多岁了 何必那么绕圈子呢 男生你投资失败了 我觉得你现在无非就是不认嘛 我觉得钱的事对你来讲很重要 钱对所有人都很重要 但对你来讲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重要性在于有三点 第一点关于彩礼 你其实希望找一个不收彩礼的人 他也别给彩礼 我也不要彩礼 大家最好裸婚 有没有这样的姑娘 有也有这样的小伙子 第二个 在恋爱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恋爱有恋爱成本 吃饭看电影 出去玩 怎么都有恋爱成本 你特别希望的是那个人恋爱成本 能给你供贪 AA制最好 如果不行 最好四六 也就是你出六 他出四 但是他不能不出 所以这是你对于恋爱成本的考虑 还有第三个核心的钱 就是其实你希望 对方能跟你共同打拼 未来 现在 共同打拼 别计较钱 别算计钱 所以这是你 这一次 你的算计没有成功 你的投资没有成功 你找错人了 眼光不好 你第一段恋爱 第一段婚姻就是眼光不好 你甭说什么相不相亲网站的 相不相亲单位的 总之你就是没找对人 因为你就是眼光差了点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一句话送给你吧 坦诚的面对自己的需求 这个人就够诚恳了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说你抠吧 你一点都不抠 你还是懂点人情世故 但是你的人情世故做的那个面子吧 的确就没了 所以要不你干脆别懂人情世故 你要真懂人情世故 按照别人的要求 来给予别人人情世故 因为人情世故不是做给你自己的 是做给别人的 如果对方说 我的人情世故是家里必须要什么样子 你给不了给不起 那你就别做换人 因为你的眼光投资 是你对于婚姻的考量 或者唯一考量 对姑娘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的眼光也挺着的 你没有找对人 你根本就没有看好他 你不如早点承认 因为你没去过他们家 你也没给他父母送过任何礼物 而且不管他给你父母送了什么 但是你也没去过他们家 你也根本没想过要做这种事情 因为你压根就想看他 对你的付出到底有多少 你才能承认你要不要 这个男朋友未来再做你丈夫 其实你早就没看上他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没有谈感情 都不坦诚对待自己未来生活的人 何必还继续谈呢 分开可能对你们来讲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经过这四位导师的意见 感觉让我醍醐灌点 我以前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些错误 确实是是我格局小的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回去以后肯定 这一条条的慢慢地去改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咱俩毕竟有感情基础 我觉得我做事欠考虑 做女朋友也不够体贴 但是我也祝你幸福 别出来了 体面一点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预测吗 男出女不出 我觉得男方应该会出来 双不出 万一说出呢 来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开门 如果没有彼此共通的东西 怎么可能有一年多的恋爱生活 还是有相像的 因为了解而分开 因为了解而在一起 其实都是情感很自然的事 希望每一对恋爱当中的人 都能够体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真实地去找那个你想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 同时也感谢我们四位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